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功而出名 但许多人可能不知道 JPL在地球卫星探测方面 做出许多非常好的贡献 拥有世界级的卫星工程师和科学家 我们今天的嘉宾 罗博士就是其中之一 首先请罗博士和我们听众 打个招呼 问声好 好 邓凯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叫罗明昭 我在NASA的JPL工作了差不多20年了 我一直工作在同一个卫星项目 这颗卫星叫Aura 那么它上面有四颗仪器 两颗半是美国制造的 还有一颗半是欧洲贡献的 那么它的这个卫星的主要目的 是测量了地球大气的污染物 和与臭氧有关的一些化学物质 我想我们早对专家来谈这个问题了 这个我们现在到底是空气有多差 我们先说一下 现在的空气呢 有的地方很差 有的地方呢是越来越好 比如我们生活在加州空气呢 比起几十年 二十年 十年以前呢 就越来越好了 首先呢我要说污染 既然你提到污染 那个污染的来源呢 主要是人类造成的 我们没有其他的借口 我们来先了解一下 地球的这个成分 和它的这个空气重要性 大家都知道 你可以几天不吃东西 你可能也可以一天不喝水 但是我没有听说一个人说 他可以好几分钟不呼吸的 所以这个呼吸来讲 对我们人的这个身体非常重要 所谓说吸入干净的空气 吐出肮腫的空气 一分钟都不能够间断 那我想问博士一下 我们整个的这个地球 这个大气层到底有多厚 大气呢 差不多有五百公里 其实呢 对于整个的宇宙来说 这五百公里是非常小的 但是人类呼吸呢 大概在五千米以下 可以正常呼吸 我们学这个科学的 我们知道这个地球半径的话 差不多是六千三百公里左右 我们这五千公尺呢 事实上这个地球半径的千分之一 那我想问你说这个大气的成分是怎么样子的 一般来讲 对我们身体重要的哪些东西 百分之七十八是氮气 百分之二十一左右是氧气 其他还有一些微量微量的气体 大气呢是没有氧气的 你刚刚讲说我们这个几千年都没问题 但是你想知道说 我们这个人类到底能活多久 也是不知道 那我们这个地球上会有空气多久 也不知道 我们知道以前是没有 对不对 但是将来如果我们在这个 短短的人类的历史当中 我们不好好的保护我们自己的空气的话 那我们这个生命的话 可能就会 可以说是随时随地都会有危险 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件事情 那我们知道了空气的组成 和它重要性以后 我们来谈谈看 我们空气的这个污染源是什么东西 我们老说空气污染污染 到底是污染怎么来的的 对 所以污染呢 就是人类的活动造成的污染 比如说我们开的汽车 要排放二氧化氮 主要气体 它是一种污染源 还有呢 发电的发电厂 有的是火力发电 那么烧出来的 也会生产这个二氧化氮 和那二氧化碳 这都是污染源 还有呢 农业生产国呢 它要烧一些麦节和那个野草 来开这个农地 他们尤其在这个赤澳附近的一些国家 在非洲和南美这种燃烧 也是一氧化碳的主要来源 还有呢 有的那个人为的森林野火啊 什么的 烧这个农业的 不要的那些麦杆啊 什么的 也会生成一氧化碳 另外呢 还有呢 我们一些化工厂排放 这个像空气里排放的一些空气里 都有一些有害的分子 那我看这个都跟我们这个人类的文明有关 那我们再先说明一下 这个有关所谓的这个污染源 我们大约知道了 但是呢 如果你要真的要减少这些污染的话 那你一定要有个办法 就知道说你到底的污染源哪里来的 那一定要有个办法 就是说有一个指标 你能够去看这个指标 就知道你这个改善有多少 我们刚刚讲说看后山 当然是这是一个指标了 对吧 但是你不能光用这个指标来看这个东西 一定有科学上有一些根据 我向你这个科学家们 我们来谈谈看 你怎么样子去测量我们的污染源 我刚才讲污染的问题 刚才我还忘了一点 因为我是看的卫星数据 经过这个NASA和其他欧洲的 一些卫星的几十年的观测呢 我们可以从卫星数据上 直接看到这个污染 污染源在哪儿 多少 它会怎么传出 从卫星的数据看呢 比如说这几十几年来吧 美国欧洲的通过人为排放的污染物呢 呈这个减少的趋势 这是很明显的 可是呢 亚洲的很多地区 中国呀 印度啊 还有东南亚一带呢 它这个污染的程度呢 就呈上升趋势 所以呢 这个问题呢 就引起呢 很多国家的重视 另外我刚刚提到的呢 在赤道附近的非洲和南美呢 由于持续燃超呢 生物质的问题呢 这个污染 比如说氧化碳呢 和二氧化碳呢 都看到它呢 每年每年 到它们的这个 比较干燥的季节呢 就造成很严重的污染 这卫星数据都可以看到 另外我提到的声音野火呢 卫星数据也可以看到 北美俄罗斯等地呢 每年都有 而且呢 有的年大 有的年小 都有生理野火的问题 排放大量的物质呢 到空气中来 严重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那你这样提到以后 我倒想起来了 说 比如说亚洲 这污染越来越严重 我们刚刚讲说 其他的南美呢 污染也越来越严重 非洲包括在那 那这个是不是 跟他们的经济活动 有关系的 是 跟经济啊 政治啊 环境都非常有关系 而且这种污染造成的 地球环境 和温室气体排放呢 这种是很难逆转的 基本上不可逆转的 怎么叫做 不能够逆转 比如说排放到 地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现在已经是 几十年以前的 工业化以前的 很多很多 好几百倍了 它就在空气中 很难被分解到 它就停留在空气中 它起到一个 温室气体的作用 对 造成了 造成那个 环境的变化 回到我们刚刚讲说 这个测量方面 OK 卫星测量方面 卫星测量方面 这是一个测量方法 但是一些 这个污染源的话 一般来讲 怎么去测量的 你是不是有 当地的测量方式啊 还有卫星的测量方式啊 这些东西有什么 大的这个 几个特别的测量方式啊 有当地的测量方式 也有卫星 叫做摇杆的测量方式 先找当地测量方式 每个大城市啊 像北京啊 东京啊 纽约啊 洛杉矶啊 都有 这种测量污染物 每个小时 至少都要测量一次 所以呢 当地的环保部呢 就用这些数据呢 组成这个空气污染指数 给这个大众公布 各国的标准呢 都大同小异 这个指数呢 主要是根据呢 几个污染物 在空气中的含量 算出来的 这些污染物呢 包括呢 可吸入颗粒 PM10啊 PM2.5 这些东西 这我不太懂 你给我稍微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可吸 那就是非常小的 这个颗粒 悬在空气中的 比如说是 这个汽车的排放 造成的呀 比较大的颗粒呢 就是建筑业啊 或者是甚至沙城豹啊 那是PM10 10就是10微米的意思 2.5就是2.5每米的粒子 所以树木子越小 就是那个颗粒越来越小 对对对 小的话 你就可以呼吸进去 到你的呼吸道里面去了 是 还有呢 臭氧 一氧化碳 一氧化氮 二氧化硫 二氧化碳 他们呢 都测量以后呢 根据浓度最高的污染物呢 算出一个空气污染物指数 并且说呢 这个空气污染的 什么是主要的 比如说我们洛杉矶呢 夏天尤其是 多数情况主要呢 就是臭氧 臭氧的浓度含量很高 比如说北京呢 就是主要是PM2.5 PM10含量比较高 其实在北京呢 臭氧啊什么其他的也很高 这样当然是当地的排放了 人类人口密度高嘛 还有尤其呢 比如说北京啊 洛杉矶这两个城市的地理条件 对于这个污染物的扩散 不是太好 我知道说我们洛杉矶 西边是海边 东边北边接近南边都是山 是 所以你这个海风吹进来的时候 几乎上是跑不掉 你越来越多 所以等于是这个汽车排放量的话 就跑不掉了 就是不利于扩散 那北京呢 北京也有这个问题呢 北边都是山 那么除非你刮风的时候 这个空气流动 这个把污染物都吹跑了 这样就空气会好一点 但是呢 没有风的时候就很难办 我最近刚回北京了 只待了三天 这三天我非常幸运 天气预报讲呢 这三天都是五级以上的西北风 所以空气很好 我们在外面骑车啊什么都没有问题 可是呢 比如说去年多数的时间呢 都是雾霾非常严重 那么PM2料5的含量很高 我再讲其他的办法 当然还有可以观测到 这个大尺度的污染 你刚刚讲都是在当地的 当地的 对 所谓当地意思就是在 主要是城市里 城市里面 它有一些测量的方法 测量 然后还公布这个 还可以预报 通过数学模式还可以预报 罗伯斯 我想问你一个 你刚刚又讲的 这个当地的测量 因为现在用人造卫星 我想问你一下 人造卫星测量 有什么好处没有 卫星的好处呢 是它可以全世界覆盖 全球覆盖 应该比较便宜吧 因为你不可能把 所有仪器的全世界 这这这 都什么海洋上 岛屿上全都放 对啊 不可以 那么从成本上来讲 相对来说不是太高的 还有时间上 我们的卫星在上面 是24小时转的 分分秒秒都在那测的 所以按照你所讲的 我把他归纳一下 第一个 收这个地形的限制 有的东西 你没办法在那放 所谓的这个 当地的测量的仪器 比如说高山上面 你说讲的 或者是我们这个 在海洋当中 你不可能说 那么多船 对不对 都到那里去 给你去布局 测量这东西 所以在基本上 有个限制存在 那第二个 你原来讲说 这个人造卫星来讲 说比较便宜 这点的话 我想我们的听众 可能会有问题了 人造卫星 造价通常是很贵的 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 会讲比较便宜呢 我的意思是 根据你的科学价值 就是科学价值来说 一般我们NASA 做一个 或者一个卫星项目 都要研讨 很长时间 都要评估 它这个科学价值 到底有多少 对人类的贡献 科学知识的贡献也好 对我们生活 品质的贡献也好 我觉得我们这个卫星 很有价值 因为它这个 其实呢 欧洲也有一两个小的 但是我们这个卫星呢 因为有四个仪器嘛 测的东西比较多 全世界呢 在哪儿呢 有污染物 它所以时间的变化 这十几年以来呢 怎么变化的 科学价值蛮高的 另外呢 还可以 就等于评估吧 我们这些数学模式 数学模式不是太准的 几十年以前 数学模式很不准的 现在呢 为什么越来越来越来准呢 就是通过卫星数据 和当地测量的数据 来改进这些模式 不断地调整模式的参数 比如说污染源的 污染源的浓度啊 强度啊 这些不断地来调整 所以呢 它的科学价值很高的 对事实上来讲的话 我可以帮你再补充一下 我们用人造卫星 真的是基本上比较便宜 为什么 因为它可以测量很多点 一天24小时 一个礼拜七天 一年365天 它都不断地在那里测量 那用的人工方面的话 比较少一点 那同时呢 这个是布局的话 是全球的一个布局 否则的话 你这些当地的地方 这个测量的话 都是局限性的 因此对整个的这个 我们地球的气候的变化 跟它的这个污染的监测 没办法做这个全面性的东西 我们现在班这个话题 刚好这个非常好的话题 我们带到一个下面一个阶段 我们谈谈看 这个我们如何能够减少污染源 怎么样去减少 是这个保护环境呢 其实现在是人类的共识 有的人不相信气候变化 但是基本上所有人呢 都相信空气污染 水污染土壤的污染 对人类的危害 这我们刚刚前面讲到的 你讲到说这个空气的污染 整个的污染是人类造成的 这个不是别人做的 气候污染也是人类造成的 现在我们的研究呢 就把这两个呢 结合起来 有的人确实不相信气候污染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进程 空气污染呢 会造成这个二氧化碳 还有呢 还有甲烷呢 什么的 这些都是这个温室气体 它造成气候变化 极端天气的产生 然后呢 气候变化呢 又反过来呢 影响我们这个空气中的光化学反应 空气的传输 这样都会影响我们污染物的扩散啊 沉降啊 这个二次污染物的生成啊 这都会影响的 所以这两个课题呢 是相互有联系的 现在呢 我们 我觉得我们大气科学家的作用呢 过去二十年 像我在这一票工作二十年呢 主要是发展的观测手段 现在已经发展的很好了 因为NASA呢 下一步呢 就要说放一些卫星呢 尽量在天上待的长一点 经过 因为它技术都比较成熟了嘛 而且这个仪器呢 体积小 造价低 所以呢 仪器在上面呢 就可以观测全球的 有的是观测全球的 有同步卫星的观测 这个某一地点的 我们的数学模式 也发展的不错了 我觉得也发展的不错了 有的那个 空气污染的预报 已经做得很好了 我觉得 最缺少的呢 就是行动 就是解决方法 我们知道空气 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越来越多 会造成极端天气 某些地区空气污染 或者是生物质燃烧 会造成当地的空气污染 你不能戴口罩解决 这不是解决办法 需要呢 所有的人 一起行动 就意识到 有这个环保意识 来减少 你们自己的 这个造成污染的 一些行为 那该怎么做呢 我们把他这个 你说这么大一个课题 那我们先把他 分成几个阶段来看 比如说 比如说 我们这个很多污染源 是工厂来的 那您的角度来看的话 要怎么解决 这个工厂的东西 工厂污染源 一定要限制 一定要限制 不管多少代价 这些呢 所有这些大的项目 或者是 发电厂的这个排放啊 化工厂的排放啊 有的是合法的 有的是不合法的呀 这个需要 政府的努力 因为个人呢 做的毕竟有限 可以限制你自己 自己的衣食住行 但是大的方面呢 一定要政府合作 而且全世界各国的政府合作 来限制这些 但是 但是来看我们洛杉矶的一个例子来看 这些代价 有人说 为了经济 我可以稍微牺牲一下 我的空气 但是这个牺牲空气以后呢 对当地的居民的影响 是一辈子的 比如你刚刚讲说 这个2.5 PM2.5 吸到肺部里面啊 你拿不出来的 将来你空气变好了 这个东西还是在你肺部里 这个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 从你的科学家角度来看的话 那怎么样去帮助这个企业家 他们又能够赚钱 空气又能够好 那经济学家问题 真是不是我们科学家的问题 经济科学家的问题 还有政治家的问题 当然你要办一个企业 要赚钱 不能随便污染 对不对 必须得限制 一个社会呢 必须要限制某些活动 不能让它自由发展 那么就破坏别人的利益 对吧 所以政府呢 就是要做到公平吧 对 基本上大概就是要立法 来做这些事情 然后要这个全体的老百姓 或者是当地居民的 帮助政府来监控这些事情 对 政府不但要立法 还要执法呢 对做得好要奖励 对做得不好要重罚 一定要重罚 我是这样看法 另外还有一些团体 比如说媒体啊 还有一些这个组织啊 因为美国很多这种环保组织啊 包括我们 我们像我们这个科学家有美国的地球物理学会啊 都做很多很多保护这个环境 因为我们本身做这个工作的嘛 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很严重很严重 就做一些 一个是那个媒体啊 舆论啊 监督政府怎么做 然后呢 我们各种团体呢 还组织一些活动 比如说前几天的那个地球日嘛 就可以跟这个大众宣传一些环保意识吧 这就是说要科普教育 要能够 大家都了解 这个东西是可以解决的问题 对 而且是应该解决的问题 对 我们NASA还有其他美国一些机构的网站都做得非常好 这个资讯非常多 我们的卫星图片呢 在上面随时可以找到 然后各种解释啊 在网上也很容易找到 这就是让人们意识到 不是说把这个问题呢 捂着盖着不让大家知道 或者呢 是已经很差了 说的还凑合还可以 不能这样的 对 其实是很 不能说老时候都躲在房子里面 对 有的时候的话 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可能你就会减少很多很多的污染 其实这个二十几年以前 当中国的发展非常迅速的时候呢 我也接触到一些工厂的这些领导 到了最近呢 最近几年 说有空气污染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不知道啊 这有排放的 这是自然的正常的 就往空气里排吧 往水里排嘛 往土里边 土里边埋嘛 都是都是一些无知 其实现在世界上 还有一些国家呢 都不知道这些事情 或者是没人管 比如说非洲那个 这个生物质燃烧问题 这很自然嘛 生物质呢 其实是很好的 这个肥料 现在发达国家呢 都是把它打碎啊 或者怎么埋在土里 就是让它慢慢的 慢慢的发酵 变成肥料 你燃烧呢 就是破坏这个空气了嘛 不但对这个当地的人 这个健康有影响 对其他国家也有影响 这个风一吹 把这些污染物 吹到其他国家了 这事上来讲的话 我感觉上 看你怎么想 主要还是这个知识不够普遍 对 我们一般人 包括我自己在那 小的时候 你这空气很大嘛 是啊 我放一点点 烧一点东西 不是一下就没了吗 扫的树叶 理所当然就是给烧掉 给烧掉 对吧 能够多大影响 这么大的空气 我烧一点会什么影响 我们刚刚在节目 你刚刚说到 我们真的空气层 五千公尺 不是很高的 对不对 薄薄的一层 保护你我呀 所以呢 政府的要 起到政府的作用 那就要政治啊 经济啊 这个牵涉到这些的人呢 要努力 团体呢 需要这个 尤其是环保团体呢 宣传监督的 起到监督作用 我们这个时间呢 很快就到了 OK 好 我们可不可以请 我们的罗博士呢 稍微做一个 这个结论 差不多一两分钟的结论 我在美国生活了呢 几十年 除了拿到学位以后呢 基本上都在 做这个卫星摇杆的 这个观测的 这个工作 工作以后前几年呢 是处理这个臭氧层啊 臭氧洞的这些数据 已经呢 感受到 这个人类合同呢 这个 对这个环境的空气啊 大气的破坏 最近二十年来呢 在这个 这个Aura这个卫星上工作呢 因为每天看那个数据嘛 全球的分布 哪儿比较 这个污染物的分布 哪儿比较严重 哪儿 还好 然后 哪儿呢 根据它的这个 季节不同变化 有的呢 这个 污染物越来越少 有的污染物 眼看着 就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大 深有感触 除了 参加学术会议 发表这个 学术文章呢 我 主要是呢 参加你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video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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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谈呢 也是 就把我的理念呢 传播给听众 一定要呢 自己 一时住行 一天二十四小时 你都想一想 哎 你要 做到 这个 环保生活 为这个保护环境 做自己的贡献吧 对 我这个觉得非常好 能把你的这个知识 把我们的科学教知识呢 能够分享给大家 把你的理念呢 跟分享给大家 把你的这个 想到这个生活一些 形态 生活的方式 可以跟他共享 有的时候呢 一些人 可能就没 小事情 小事情没注意到 比如像在家里面 你可能 晚上的 哎 我开掌灯又怎么样 是 也不是花很多钱 但是一个人 一盏灯 是 你中国有十亿人口 全世界有这个 中国有一亿人口 全世界有十亿人口 那你就想 那一盏灯 都不得了 对 大家一起努力 对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我们今天时间到了 非常感谢 在JPL的科学家 罗明昭博士 到科技与生活节目 本节目 科技与生活 是由刘敦凯 黄兴怡 杨雪 赵孟文 陈一谦 和吴玉硕 共同制作主持 感谢您的收听 下期再会 拜拜 拜拜